作者 程九 后期 鬼不语 第283集 萧九安很清楚她那一件的力道 虽未伤及北神天鹊的心肺 可却将她的背部画了一个大口子 北神天鹊短时间内掀不起什么风浪 这让萧九安烦闷的心情好了不少 想到端王因一个女人颓废堕落至此 萧九安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半路就取消了让纪云开即刻回府的命令 一个女人罢了 她萧九安还会受一个女人影响 暗卫听罢 松口气的同时又有那么一点小遗憾 遗憾没法看到萧少主去南疆种草药 想想轻贵无双 风度翩翩的萧少主 在南疆穿着粗布蓝衣 扛着锄头当药笼 那一画面 真是光想就让人暗爽 可惜只能想想了 姬云开并不知这一夜发生了什么 她与诸葛小大夫忙了一天一夜 终于在天亮前把所有的解药都配好了 正欲站起来喘口气 却不想起得太急 眼前一黑直接栽倒在地 晕倒前 姬云开忍不住自我唾弃了一声 莫菲 幸亏 营帐内乱成一团 药同盲将姬云开扶了起来 正准备掐姬云开的人中 就被诸葛小大夫制止了 别乱动 王妃是累好了吗 你们扶王妃下去休息 诸葛小大夫扶着腰 一张脸皱成一团 旁人不知 她却很清楚 王妃应该是异能透支 先药草处理完了 整个人放松下来了 这才晕了过去 是 小药同不敢违背诸葛小大夫的命令 换来姬云开带来的丫鬟 将姬云开扶到了主帅营 也就是萧九安 平日在军中办公休息的地方 而没多久 姬云开为军中将士制解药 累到晕倒的消息 就在军营传开了 不少将士都在议论此事 诸葛小大夫给众人分解药的时候 也有不少人在打听 可惜 诸葛小大夫全程高冷 军脸绷得紧紧的 不管这些大兵问什么 他都不回答 说他谦怒也好 说小心眼也好 他还生这些人的气呢 倒是小药同经不起人问 多问几句便一五一十地说了 昨个王妃忙了一天一夜 确实是累晕了过去 王妃的身子很弱 脸色白得吓人 应该是身体不好 王妃脸上有黑斑 听说是中了毒 还没有解 所以身体不好 那些药可复杂了 我看了上百遍也学不会 我们只是把药草洗干净 剩下的都是王妃和诸葛小大夫在忙 诸葛小大夫似乎也帮不上什么忙 大部分事都是王妃做的 我看到王妃累得满头大汗 小药同这话没有掺半点水分 每一句都是真的 一众大头兵听罢 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只觉得又酸又涩 说实话 他们这些人先前虽然没有跟着一起闹事 可心里还是怪王妃的 怪王妃把这药方不拿出来 甚至在闹事的人被罚后 心里多少还有些怪王爷 怪王爷为了一个女人 不顾兄弟们的死活 要知道元香王爷可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 在听到小药同的话后 一众大兵就说不出话了 他们不懂配药 只以为有药方 照着药方抓药 丢在一起熬就行 可今天听到小药同的话 才知道熬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们是不是错怪王妃了 一众大兵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类似的情况不止发生在一个营帐 好几个营帐都如此 甚至在诸葛小大夫走后 有几个人因太过自责 当场哭了出来 我真不是人 我前些日子还在心里怪王妃 怪王妃自身 不顾我们的死活 只顾自己的名声 我今天才知道 事情不是这样的 王妃 她是对我们负责 听说王妃是继地式的女儿 差点嫁给了皇上的皇后 我还觉得王妃会看不起我们 没想到 没想到啊 王妃居然为了我们 累晕了过去啊 我们 我们 对不起王妃啊 萧绍荣随便走着 时不时就能听到士兵自责的声音 或者全营的人闷声不说话 对此 萧绍荣表示满意 不枉费我硬着头皮 违背王妃的命令 强行把王妃留下来啊 要是昨晚让纪云开走了 不仅纪云开会失去燕北军的敬重 就是王爷也会失了军心 要知道人心是最不好控制的 真不明白王爷昨晚是怎么想的 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王妃留在军中的用处才是 萧绍荣摇了摇头 懒得再去想 反正他是不会相信 王爷是因为想王妃 才要王妃连夜回府的 燕北军的动静不大 分配解药也是静悄悄的 可架不住盯着他的人多呀 且三万多人有个风吹草动 就能发现一成 这不解药刚制出来 消息就满天飞 皇上传来消息 燕北军的读解了 南疆王南锦昭 抵达天启 私下递了国书 想在天启游学 大太监殷勤地将南疆国书递上 皇上打开一看 脸就黑了 人都到了制导学功 才给朕递国书 这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吗 太监静默在一旁 没敢说话 南疆与天启一向不和 南锦昭会给天启递国书 已是意外 依南疆人的行事风格 该是我来了就来了 有本事你就来杀我 没本事就别急急歪歪 南锦昭还等着看 萧九安的笑话 自然不会忘记 派人盯着燕北军的动向 得知纪云开连夜 把所有的药草都处理完 并且把解药配了出来 南锦昭有片刻的争冲 这是巧合吗 如果是巧合 那可真是太巧了 这个时间 这个速度 纪云开真的没有发现 那批药草的异常吗 他很怀疑 纪云开 未来还很长 你能瞒一时 瞒不了一辈子 南锦昭倾笑 伸手从窗台的花盆里 摘下一个小花苞 握在手上 片刻后 就见那个小花苞 慢慢绽放 最终变成一朵 艳丽的红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